老话说男人分三等 三等男人气老婆 二等男人爱老婆 这一等男人怕老婆 我发现那些所谓怕老婆的男人 可真的不是怕 他们是尊重 是包容 是爱 这样的家庭都非常幸福 孩子性格也很好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 怕老婆的男人有运气 通常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是一以贯之的 在家里怎么样 在外面尤其是社会上的长期关系 比如同事 领导 合作伙伴等等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 人的行为模式 行为逻辑 真的是相似的 所以在家里对老婆尊重了男人 那么大概率对外面也是一样的 这样男人他身边围绕的 肯定都是滋养他的人 事物 他的运气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第二 怕老婆的男人有福气 因为尊重老婆 所以他能接受到老婆对他的建议 他不认为老婆不让他抽烟 喝酒是管他是嫌弃他 他会把那些解读为为他好 是在关心他 爱他 这样的解读模式就会让他的内心 充满正能量 他的内心也会越来越强大 受挫力也会越来越强 这个思维正向的人处理人事物关系的时候 也会很正向积极 正向的人就会越来越有福气 那第三 怕老婆男人能守住财 怕老婆男人他有大局观 他们能明白自己要什么 家庭需要什么 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的家庭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 怎么做我们整个家庭利益最大化 他不会只看到自己身上那一点利益 而忽视老婆孩子利益 所以这种男人不会为了一己私欲 去外面胡搞乱搞 不乱来 真的就能守住家里的财运